美国这20年来 把别的国家弄到家破人亡 现在怎样 拍拍屁股 拜拜 我走了 不要送 塔利班对美国 这是一个终极的羞辱 911复仇 20年来白忙一场 美国现在是人才两失 上个星期四 我们就大谈了这题 当时国际间的所有的预估 就说大概攻破首都 大概是8月31号 8月底前的事情 没想到不得了 势如破竹 我们看到9天之内 迅速攻破了19个城市 阿富汗的总统 当然美国所扶植的 现在他的理由是说 如果我留下来的话 会有无数爱国者殉难 首都也会被摧毁等等 所以我必须要走 我被迫要走 我留下来会更惨 那么当然美国协助他离开 这个就是阿富汗此刻的场景 ATM银行挤爆了 大家都希望手上有点现金 比较有安全感 塔利班呼唤大家 留下来吧 跟我们一起重建家园 另外塔利班也释放了 数千名的囚犯 这个最强战士出狱 因为当初很多塔利班的 被关起来 塔利班的战士被关起来 现在都被放出来了 我们也知道这个塔利班 他是这个比较极端的 伊斯兰的这个主义 所以他们对于 女性的压迫比较强 要求家户交出名单 特别是一些女孩的名单 希望能够嫁给他们的这个塔利班民兵等等 那么阿富汗的这个战争结束了 政权将和平的移交 你所看到的这一幕呢 未来也是一个会进入史册的一个经典镜头 神学士呢 这个塔利班也非常非常快速的这个速度 占领了阿富汗总统府 在这里呢 发表了一篇胜利演说 阿富汗的政府呢 不战而降 塔利班接收了美军的武器 我想介大使先给大家看一看 二十年来 二十年 一个婴儿都有投票群了 美国如此强大的国家 论钱他有钱 论武器他有武器 论朋友他有朋友 有没有 他结合了北约这么这么多的强盛的国家 入侵了这个阿富汗 二十年来 为什么这一战 他打不赢就拿火箭筒的塔利班 这个 第一个就是他阿富汗人 本来就是很强悍的 这个阿富汗叫这个帝国的坟场 已经好几个帝国死在那边 美国是最新死的一个 而且阿富汗这个 这个美国过去的时候 美国不是用救世主的态度去的 美国一去就激起 所有阿富汗人民的反抗 为什么 美国是去报仇的 对 美国是到阿富汗去报仇的 所以你今天看塔利班被形容的像这个凶神扼煞 其实美国人去了 他这二十年 拜登只讲说我花了一千亿 我花了一兆 我这个训练了三十万多 我怎么样做了什么什么事 可是他知不知道 事实上人家统计 美国在二十年制造了一千万难民 也就是阿富汗才三千四百万人 他居然制造出现在是三千四百万 制造了一千万难民 把阿富汗这个国家 从一个穷困 真的打回到这个中古时期去了 他在阿富汗有什么建设 事实上他的培植 他自己讲得很清楚 就是培植一个三十万的部队嘛 而这个部队 这一群人像这个阿富汗这个甘尼总统 还有他的 他们一共三个 三个所谓三巨头 现在被查出来 最近有媒体暴露说 他们根本是拿外国护照 他们是外国人 所以这些人 从美国进阿富汗的第一天 他扶植的几个总统 都是讲流利英语的 都是从国外回来的 这个阿富汗政府为什么这么快的 这个溃逃 主要就是因为 根据了解他们这个前线的战事 不是被这个塔利班攻打 干脆直接判详就好了 为什么呢 没有粮食 没有弹药 没有薪水 你叫他们拿命去打吗 不可能 但是西方国家给了这个阿富汗 这个政府多少钱 这么多的金源 包括之前这个拜登还讲好听话 他说没有问题 这个阿富汗的军队的薪水 他们美国通通都会付 然后呢 基层为什么没有拿到薪水 弹药什么都没有 粮食也没有 这些人不是从阿富汗土地里长出来的 这些当权的就是 就是从这些权贵 从这个西方 从英国 从美国 从这西方 找出来一群 他只要讨厌塔利班的 他就给他回国来 帮美国人做 说穿了就是傀儡政府 他美国本来就不接地气了 跟阿富汗人民 根本就没有办法 根本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一个真正要为阿富汗 拯救阿富汗人民 于水火的这种心胸怀去的 去的就是要报复的 那再加上找了这些傀儡政权 他一切都是美国人给他的 所以呢他坐在这个地方 阿富汗人民 现在把他们视为怎么样 视为阿富汗人的叛徒 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正义跟这个邪恶 是与非 我们完全是强权的解释 也就是我们把好人跟坏人呢 完全用美国人的眼睛看出去 那台湾是更严重 我们不是从美国人的眼睛看东西 我们是站在美国人的脚跟后面看这个世界 所以现在就对这些这个情势有一点 有一点点疑惑 那阿富汗事实上 今天塔利班进到喀布尔以后呢 事实上我还没有听到什么伤亡人数 可是我正在看 我今天下午在看美国的报道的时候 你知道纽约市 一个周末晚上 开枪受伤死亡一共多少人 12个人 可能人数超过塔利班进入喀布尔造成的伤亡 那说穿了 很多媒体都希望现在怎么样 喀布尔 这个神学寺一进入喀布尔以后怎么样 开始大屠杀 开始怎么样 血流成河 开始以后怎么样 一片一片废墟 这是很多西方媒体都在期盼 可是它没有发生 第一个 今天塔利班跟很多人讲说 你要如果要离开的话 你可以都可以离开 包括你外国人 我都保障你 让你离开 可是呢 它希望跟既有的政权合作 来一起重建阿富汗这个国家 然后重建这个国家的经济 所以我觉得 在美国扶持的这个 非常贪腐的这个傀儡政权的 这个20年的 这个治理之下 阿富汗人民是生活在水生活之中 并没有得到 并不是被美国人带到一个乐土 好像过到幸福安全的日子 完全不是 没有错 其实这个塔利班过去曾经统治过阿富汗 我们看到在2011年的时候 因为他们包庇这个宾拉登 所以呢被美国政府给推翻 所以美国政府呢就扶植了一个他们喜欢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 韩兵你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 刚介大使讲的非常对 很多台湾人的国际观就是美国的国际观 所以看到这个讯息之后呢 说实在的啦 在中亚这个阿富汗啊 这个塔利班等等 过去新闻当中 我们接受了很多西方国家的观点 塔利班就是恐怖分子 塔利班就是恐怖的代名词 很多人看到这个讯息 哇我的妈呀 恐怖分子攻占了这个阿富汗啊 有很多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解读等等 虽然没有错塔利班 但我们看到他对于女性来好 他对于这个少数民族来好 也好 他的这个手段是比较激烈的 但是在当地的民众 怎么看待塔利班 这个跟这个美国所扶植的政权吗 塔利班是恐怖分子吗 那塔利班是谁培植的 是美国人 是美国人当年培植出来的 那他是恐怖分子吗 那美国进入 进入那个阿富汗 真的只是为了抓拼拉登吗 那拼拉登为什么最后死在巴黎市的 而且十年前就已经死了啊 你还在那边赖了十年 那你为什么不去打巴基斯坦 所以这个不要再骗我了 这全部都是利益的问题而已 那今天这整个局面 就是美国人造成的 你知道有一个网友 他留言批评我说 你的讲法不对 因为这二十年美军已经 煞费苦心的不断去培植阿富汗 但他们不受教啊 教不出来 就好像你教一个小孩子 长大不成才你有什么办法 抱歉完全不是这样 今天四十百大人前 阿富汗政府在之前就已经被公认 是全世界最贪腐的政府之一 它吃空却又严重到什么地步 美国名称上把他培植了三十万部队 可是十一大部队总共多少人你知道 六万多 所以有二十几万人的缺额都被这些将军都被军官吃掉 但是你以为美国人是租吗 美国是派了一群租在那边协助吗 当然不是 这些美国人都知道了 老实讲我合理怀疑 美国人跟他一起贪 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的 派在当地的驻军 还有佣兵集团 跟阿富汗当地的政府 联手起来 就把美国这些钱全部都骗光了 就这么简单而已 然后他不断地对美国国会在报假仗 不断地在讲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不然的话以美国人的程度 他会不在阿富汗面临的状况 那这次美国人要走 其实呢 他们本来估计 是至少大概三个月到半年之后 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崩溃的状况 他们知道会崩溃 但没想到这么快 那没想到这么快 是什么原因 表示CIA里头有人跟他们一起舞弊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这个当地人都看得出来的事情 你会不晓得 而且现在也证实 美国得到的阿富汗的情报都是错的 是啊 那这些错误的情报 到底是谁报上来的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评估 美国人不要检讨吗 其实光是一个阿富汗 这次会撤退的如此的难看 有人直接把它比 1975年的西贡大逃亡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表示美国的整个情报系统 军政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那再来 我比如讲 美国的错误决策实在是荒谬到一个极致 你本来就已经 准备要脱离这个战场 结果川普在走之前跟他谈什么看 谈说我把之前我俘虏了你这几千我全部放回去还你好不好 怎么会做这么白痴的事情呢 你要做也是让现在的阿富汗政府自己去跟他谈判 美国人就趁这个趁他们在谈判的期间你把军队撤掉 结果你居然说我先把他还给你 所以我个人认为 美国根本想的就是我赶快脱离 你阿富汗怎么乱 黑兵倒是事情 我根本不想管 我就是只要把这个烫手战域丢掉了就好 那阿富汗当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次政府军基本上是没有打仗 看到这些塔利班的人就直接把武器丢了 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没有发军想 除了上面整个腐败之外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20年来 美国人带给他们的只有灾难跟痛苦 没有让他看到国家复兴的希望 没有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那如果是你们要帮谁 不就是这样吗 我明明知道他要跑了 然后我还在这边帮他打仗 然后未来面临我的是我全家的悲惨 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 所以这一次美国在这阿富汗的20年是 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 我觉得所有的世界强权国家 都要仔细去想想 如果你只是去那边 一副高高在上的神态 以为我带了很多钱 你们的东西都是错的 你全部都要听我的 听我的之后就会变富强国家 这叫吃人说梦 不要再用这种高高在上 用这种领导者教育者 当老师的心态去跟人家 每一个地方每个地方不同的文化 有它不同的环境 我们要尊重人家的环境 你才能够融入它 才能够慢慢的跟它和平相处 逃正的地方 请问47utet 请问48utet 可欢迎访者 请问48utet 请问48utet